今天见地,第671章,吊虎离山之计,作者,帝剑一,听见李清轩如此一说,那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剑玄就在圣月宗的手中,真是没有想到,剑玄居然落入了圣月宗的手中,哼哼,这一百多年圣月宗的口,可真言啊,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出来。 是啊,要不是李清轩多出探访,还潜入了圣月宗之内,窃听到了这个消息,估计剑玄就算是死在圣月宗,我们也都不知道。 很多林剑宗的长老听见圣月宗扣押剑玄,都是气得怒火冲销。 林白悠悠地说道,诸位长老悟怒,现在我们最关键的事情,是想办法将剑玄师兄救出来。 圣月宗可是大悦国的第一宗门,强大至极,若我们不计划周全,以林剑宗目前的实力,还很难与圣月宗叫板。 林白深深地说道,圣月宗在大悦国之内,一家独大,乃是大悦国中唯一的大型宗门,门下弟子十几万之多,说是天才如龙,高手如云,也丝毫不为过。 而此刻林白又想到,千辛珠好像也在圣月宗的境地。 苏建南说道,林白说得对,如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将剑玄救出来。 要想救出剑玄,那就必定要与圣月宗硬碰,如果林剑宗的实力,可还不是圣月宗的对手啊。 极北有些担忧地说道,苏建南点头道,没错,圣月宗乃是大悦国的第一宗门,其内人单进的高手,就有十多位。 而且,圣月宗的长教和其他的两位太上长老都是人单进二重的高手。 我可以应付一个,但是三个人单进二重的高手一起上,那我估计都很难应对了。 苏建南深深地说道,圣月宗在大悦国一家独大,占据了大悦国内70%的修炼资源,能有十几位人单进的高手坐镇,这也一点不奇怪。 林白说道,我也可以应付一个人单进,亦或者是两个,三个,但是如果有十几个人单进的话,估计就算是林剑宗全体出动,也难以闯入圣月宗的山门。 苏建南凝重地点头道,所以,我们不能和圣月宗硬碰,得智取。 吉北悠悠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这些人单进的高手,全部离开圣月宗,那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偷偷地进入境地,将剑玄神不知鬼不觉地救出来。 林白一听,若有所思,将人单进的高手,调离圣月宗吗?林白眉头一皱。 突然,林白眼中灵光一闪,惊喜地说道,长教,我有一个办法。 苏建南惊喜地问道,林白,你有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听见林白有办法,苏建南,李清轩,李建兴,吉北,纪白等人,也都是齐齐地看向林白。 林白说道,你们还记得吗? 我与圣月宗的圣月之王有过约战,四大宗门比武之后,我将去大越国的紫禁城之巅,与圣月之王一战。 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圣月宗的人单进,也会随之前往观战。 我看过大越国的地图,圣月宗距离大越国的紫禁城,尚且还有七日的路程。 一旦这些人单进去了紫禁城,那圣月宗内没有了人单进,以长教和几位长老的实力,潜入境地,就出剑悬,也是一如反掌。 况且,等我击败圣月之王,我还可以踏着飞剑,在一个时辰之内,赶到圣月宗,助你们一臂之力。 林白慢慢地将自己心中所想地告诉了苏建南。 苏建南和吉北等人一听,林白这个法子,估计是如今最好的办法了。 调虎离山,只要这些人单进的高手,去了紫禁城,那么圣月宗必定空虚,没有人单进坐镇,以苏建南和吉北,吉北等人的实力,潜入境地,应该是不难的。 吉北说道,这个办法好,我赞同林白的办法。 吉北深思熟虑之后,也说道,我也赞同林白的办法。 林白笑着问道,长教,您看呢? 苏建南说道,这个办法好是好,但是圣月之王可不好对付,你有把握战胜他吗? 我可告诉你,他和你一样,都是集聚了一身的荣耀和光芒。 他不仅仅是圣月宗的圣月之王,更是领东七百国的第一刀修。 实力与你相比,也是相差无解。 苏建南神色凝重地看着林白说道。 林白说道,无妨,谁胜谁败。 那还要打过之后,才知道。 我也想见识见识一番领东第一刀修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苏建南道,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圣月宗的人单进会去大越国的帝都啊? 万一这一战并没有将圣月宗人单进的高手,引走。 那可怎么办? 听见苏建南的担忧,很多长老都是身有同感。 林建宗对林白十分地信任。 而圣月宗对圣月之王,何尝不是一样的信任呢? 林建宗相信林白能击败领东七百国的任何一个对手。 而圣月宗也是相信,圣月之王能击败领东七百国的任何对手。 万一那些人单进强者,觉得林白必定会输在圣月之王的手中,而不去观战了呢? 林白微微一笑,说道,我也有办法。 李建兴,你去替我放出一个消息。 就说,半个月之后,大越国子敬之巅,让圣月宗的人单进高手过来为圣月之王收尸。 否则的话,我将圣月之王的尸体斩得支离破碎。 一听林白这句话,顿时苏建南等人就明误了。 苏建南惊呼道,你要激怒圣月宗的人单进高手吗? 林白说道,若不激怒他们,他们怎么会去紫禁之巅找我? 苏建南宁声道,不行,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万一圣月宗的人单进高手全部都去了。 而你又将他们激怒了,你又怎么办? 他们围攻你,岂不是你插翅难逃? 不行,这个办法不好,我不能为了救剑玄。 而放弃林建宗的另外一个天才,苏建南当即一口回绝说道。 听见苏建南如此一说,长老阁内的很多长老也都是表示赞同。 如今林白已经完全不落于剑玄了。 如果林建宗能救出剑玄,林建宗有林白和剑玄二人足以横扫领东七百国。 但如果就不出的话,还将林白给搭进去了。 这对于林建宗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损失。 林白安慰道,放心吧长教,我对我的实力有信心,纵然圣月宗的所有人单进高手全部都来了。 我打不过他们,全身而退应该是没有问题。 苏建南说道,太冒险了,我不想让你如此冒险。 林白笑道,这是我们最好的办法,如果失去了的话,估计至少还要等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将剑玄师兄救出来。 长教,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了。 剑玄师兄在圣月宗等了我们百年去救他。 他受苦了一百年,我们不能让他久等了。 林白很认真的说道,苏建南难以抉择,但最终只能无奈地点头。 正如林白所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今天见帝,第672章,圣月宗人单进五者吃食。 作者,帝建一,看见苏建南点头同意。 林白当即说道,那么既然长教同意,如果距离比武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出发去大粤国的皇城吧,看看会不会引来人单进的高手。 苏建南说道,好,吉北,吉白。 你点清林剑宗内,如今全部的半步神单进后期以上的舞者。 今晚深夜之时,我们出发去大粤国。 沿途之上,务必小心。 不要过早地暴露了行踪。 吉北和吉白都音声点头,神色完全地凝重。 如今很多人都在盯着剑玄这块大肥肉,包括沧海云台宫、烈火宫。 吴丰门也都是想要知道剑玄的身上和林剑宗内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 其实,更多关注剑玄的人是沧海云台宫、烈火宫、吴丰门等人的背后,那来自岭南七十二国的超级王朝和超级宗门。 当天晚上深夜,林剑宗的五十多位半步神单进后期以上的长老和弟子,悄悄地离开了林剑宗,直奔大粤国而去,沿途之上并没有暴露出任何的行踪。 不过,就在第二天,整个神武国和大粤国之间传开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林剑宗林白放出话来,让圣月宗的人担尽高手去紫禁之巅为圣月之王收尸,否则的话,林白必要将圣月之王杀的片甲不留,支离破碎。 这个消息一传出,立刻轰动了大粤国和神武国周围等等几十个武道帝国。 这领东第一剑宇的口气也太狂了,开口就要让圣月宗过去收尸?当真觉得自己无敌天下了吗? 很多人都觉得林白膨胀了,骄兵必败。 如今大粤国和神武国的许多舞者都纷纷支持圣月之王去了,觉得林白太张狂了,太骄傲了,太膨胀了。 神武国皇城,楚江流哆哆嗦嗦地说道,剑王爷就是这么说的。 什么? 长公主气得浑身发抖,咬着银牙,说道,真是气死我了,林白是嫌弃自己命长了吧? 圣月宗可是有十多位人担敬的高手,要是将他们全部激怒了,都去了大粤国紫禁之巅,那他杀了圣月之王还能离开吗? 难道沧海云台宫给他的教训,他一点都没有领悟吗? 气死我了! 长公主气得怒拍桌子! 楚江流都觉得林白有些过分了,便问道,那殿下,我们该怎么办? 长公主说道,调遣一千万大军,去南境滇江,命令各部,准备好一切大战的准备。 楚江流说道,殿下不可呀,我们如今才刚刚和大粤国休战,如果此刻大量调动军团前往南境,恐怕又得与大粤国血战一番。 和平来之不易,殿下还请三思啊。 而且,剑王爷虽然话是这么说,圣月宗的人丹靖高手,不一定会取啊。 楚江流苦口婆心地说道,长公主满脸铁青,一头黑线,焦头烂额,说道, 楚江流,你说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居然爱这么一个男人! 天天正是不做,到处惹是生非,沾花惹草。 沧海云台宫给他的教训还不够吗? 若不是我和血剑客联手,以重兵压境,他能轻易地离开沧海云台宫。 我上辈子是不是毁灭了世界,上天惩罚我,这辈子才派林白来惩罚我。 长公主寒怒地说道,楚江流看见愤怒的长公主,连头都不敢伸一下,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 低声说道,剑王爷离开沧海云台宫之后,就杀了沧海云台宫三位人单近五者。 长公主瞪着楚江流说道,那你是说,我救他还就错了? 是我狗拿耗子,多管闲尸? 是我吃饱了撑的,连夜调动两千多万军团去救他? 不是,不是,属下没有这个意思。 楚江流急忙恐惧地说道, 长公主服饿,无可奈何地轻叹道,算了,爱上一个还没有长大的男人,也活该我受罪,我不会他操心,该为谁操心呢? 说完这句话,长公主沉默了许久,没有开口。 楚江流犹犹豫豫豫地问道,那殿下,我们怎么办? 长公主说道,派人去临建宗,问问她临白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是是是,属下立刻就去。 楚江流听见这句话,如蒙大赦,急忙地溜出了皇城。 在愤怒的长公主面前,楚江流被吓得浑身是汗,大气都不敢出一个。 林白让圣月宗高手去大越国紫禁之巅收尸的消息,传到圣月宗之内的时候,引动了一片轰动,其中几位仁丹靖的长老都是纷纷愤怒。 而圣月之王也回应道,紫禁之巅之巅,斩铃白人头,挂于城墙之上三月。 听见圣月之王的回应,神武国和大越国的舞者更是一片激动。 这隔空喊话,就充满了硝烟的味道。 一位是领东的第一剑修,一位是领东的第一刀修,二人的一战也是备受观战。 而如今还没有开始打,硝烟位就是这么强烈了,这就更让许多舞者关心这一战了。 当圣月之王回应的时候,数不清的舞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大越国的皇城,准备观战这一战。 而听见圣月宗的回应后,林白又说了一句话。 顿时,这一句话,宛如一颗炸弹一般在所有舞者的心中爆炸而开。 林白说,圣月之王不用来了,让圣月宗的人丹靖来跟我打。 啥?一个半步神丹靖大圆满的舞者。 你还想挑战人丹靖的高手? 你知不知道,灵力和灵体的威力,不是你一个区区凡人舞者可以比拟的。 很多舞者都从这句话中听出了,这不仅仅是对圣月宗人丹靖舞者的挑战,更是对圣月之王的蔑视。 林白现在都觉得,圣月之王不配和他一战了。 而林白第二次隔空喊话之后,圣月之王也回应了,废物总是叫嚣得厉害。 紫禁之巅上,必定娶你人头。 圣月之王回应之后,很多人都在等林白的回应。 可惜,等候了五六天,林白始终没有回应。 可就在第六天傍晚,在圣月宗的山门口,有人送来了一口钟和一块牌匾。 送中,这原本就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送中等于是送中二字的谐音,诅咒别人去死。 而那一块牌匾上写的字,更是让整个圣月宗内的所有人丹靖舞者暴怒了。 纷纷扬言要去紫禁之巅杀了林白,方能泄恨。 那牌匾上写着,圣月宗人丹靖舞者吃食。 落款,林白赠圣月宗所有人丹靖高手。 今天见地,第673章,腰月楼,第30更。 作者,第剑一。 牌匾送到圣月宗的那一刻,整个圣月宗人神共愤。 连续八位人丹靖高手滔天愤怒,放出狠话。 大越国紫禁之巅若不败林白,我等将以死谢罪。 当天夜里,便有新浩新浩为仁丹靖高手,离开圣月宗,前往了大越国的紫禁之巅。 神武国! 皇城! 长公主背弃的脸上一片铁青,死死地攥着拳头,怒不可遏,下方的楚江流瑟瑟发抖。 此刻这大殿之中,长公主没开口说一句话。 反而那一股恐怖的威压,便让楚江流恐惧不已。 混账! 楚江流,我叫你,派到林建宗去问林白在干什么? 百度小说www.tomtxt.com的人,回来没有? 长公主暴怒问道。 楚江流惶恐不安地回答道,回来了回来了。 不过我们的人却没有见到林白,她好像已经是去大越国了。 长公主暴怒着,她怎么能如此不知死活? 去挑衅圣月宗的人丹靖高手。 楚江流,调两千万军团去边疆。 若驸马,死在大越国紫禁之巅,我要让圣月宗三日之内化作一片废墟。 长公主冷声说道。 楚江流急急忙忙地说道,殿下,不可呀。 一旦我们调兵去南靖边疆,到时候大越国必定也会阴身而动,到时候两军对垒,免不了又是一场厮杀。 况且,南靖如今刚刚安定,若是战乱再起,我们一年的苦心,全部都白费了。 请殿下三思啊。 楚江流苦口婆心地说道。 长公主尖锐道,我已经万思过了,调兵吧。 楚江流原本还想劝劝长公主,可是听见长公主如此决绝,只能无奈作罢,末将领命。 楚江流领命下去,调遣军团。 而长公主则是站在大殿中,双目冒着凶光,咬牙切齿地说道。 林白,等我把你抓回来之后,我饶不了你。 沧海云台宫。 沧海天听见下方的人回话,顿时疑惑地问道。 你们确定? 林白去大粤国了? 而且还这么张狂,要去挑衅圣月宗的人丹靖高手。 下方的一个长老回答道。 是的,更是送了一块圣月宗人丹靖舞者吃屎的牌匾去圣月宗。 气得圣月宗的人丹靖长老,全部都去紫禁之巅了。 而且,据我们在林建宗内的探子回禀说, 已经多日不见林建宗的掌教和纪北纪白等长老阁高层长老了。 现在整个林建宗的高层,半步神单静后期以上的舞者,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一样的消失了。 青海天听闻之后,双目一凝,眉头深皱,林建宗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林建宗高层长老都消失了。 沉思熟虑之后,突然青海天双目闪过一丝灵光。 剑玄? 青海天猛然想到了这个名字,顿时说道, 传孙王和李王过来,跟我去一趟大越国。 如果这件事情办好了,不仅仅沧海云台宫能从神武国崛起, 就算是在神纪岭,在岭南,也有一席之地。 青海天想到了翻身的希望,而且还是一飞冲天的希望。 如今大越国的皇城,可是忙坏了。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从周围十几个帝国中赶来的舞者,多达七亿舞者, 一下子全部涌入大越国,连客栈都是每一间爆满。 而此刻距离紫禁之巅一站,上下还有星号星号天的时间, 这些舞者闲着没事,就喝酒比武。 基本上如今的大越国皇城之中, 每走出千米,便会有一场血战爆发。 每一天都有着数以百计的舞者,横死街头。 大量的舞者涌来,逼得大越国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强行出动军团镇压, 这才让不少的舞者,安安静静地等候起来。 腰月楼,是大越国帝都之中的最大的一家酒寺, 常年提供大越国特有的一种美酒,名为月珠类。 月珠类,在大越国内,和周围十几个舞蹈帝国,都集聚盛名。 而且还是大越国国宴的三大美酒之一, 每日都有着不少的舞者闻名而来,品尝这种美酒。 此刻在腰月楼的顶层中,也就是第九层中。 一个身穿一身长袍,头戴斗篷的男子, 平静地坐在第九层上喝酒, 目光有意无意地看向腰月楼外的人满为患的街道。 突然这个时候,一个脸上有这一道猙獰刀疤, 面色很辣的刀客,走上了腰月楼来。 可惜第九层上,一个空闲位置的地方都没有, 早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此人身上好恐怖的刀翼啊, 至少都有二阶后期大员满了吧。 每次,能有如此厉害的刀翼, 必定是领东七百国内顶峰的高手。 此人究竟是谁? 此人不就是神风国的第一刀修, 厉害吗? 很多在第九层喝酒的舞者, 纷纷看着这个刀疤青年, 都是露出了惊骇的面容。 很快, 此人的身份便被人认出。 神风国的第一刀修, 厉害。 厉害居然也来了。 我听说在前段时间举办的刀修比武上, 厉害和圣月之王一战, 仅仅输了一招, 屈居第二名啊。 是啊, 厉害十分的厉害呢。 很多舞者都忌惮地看着厉害说道。 当明剑山庄举办剑修比武的时候, 其他地方也同时一时间在举办其他的比武。 比如说, 领东第一刀修的比武, 比武和剑修差不多将领东七百国最厉害的刀修聚在一起, 比武一番, 决出第一。 而当时圣月之王战败厉害, 夺得第一, 厉害只能屈居第二。 还有其他的比武, 比如说领东第一单修, 领东第一阵修, 领东第一枪修, 领东第一拳修。 在如今的武道界之中, 武者使用的兵刃最多的就是刀, 枪, 剑, 拳, 这四种兵刃, 除此之外, 很少有武者会使用其他的兵刃。 故而, 能夺得领东第一的刀修, 剑修, 拳修, 枪修, 没有一个是软柿子。 而领子尔的领东第一天才, 完全是根据武魂来定的。 谁武魂品级高, 谁就是领东的第一天才。 厉害走上第九层, 面无表情, 神色冰冷, 他锐利的目光一扫第九层, 很多武者在他冰冷锐利的目光下, 都是害怕地低下头去。 当他一眼扫过, 看见只有一张桌子上, 有一个白衣人在哪里喝酒。 于是, 厉害便走了过去, 将手中的宝刀一下子按在桌子上, 一股恐怖的刀翼扩散而出。 滚! 厉害看都没有这个白衣人, 便直接冷声说道。 这白衣人刚刚提起酒杯, 准备喝酒之时, 突然听见厉害的这句话, 惊恶地微微抬头起来, 露出斗篷下的一个少年模样。 赫然就是宣称, 让圣月宗所有人担敬高手, 来紫敬之巅, 为圣月之王收尸的领白。 《惊天见地》第674章 领东第二刀修 厉害 作者 第剑一 厉害看见领白的桌子上, 只有领白一个人在喝酒, 便当即走了过来, 看都不看领白一眼, 将宝刀按在桌子上, 一股二阶大圆满的刀翼, 席卷十米。 滚! 厉害面无表情地说道, 语气之中, 有着不可容易的霸道。 这一股二阶大圆满的刀翼撞击出来, 足以将一些修为低下的舞者, 当场震得口吐鲜血。 可这一股刀翼从领白身上席卷而过的时候, 也仅仅是掀起了领白的衣角而已。 领白听见厉害这霸道的一个滚字, 当即面色惊恶。 领白刚才还在想, 如果厉害是过来喝酒的, 领白倒是可以让一个桌子的位置给他。 可如今这厉害如此没有礼貌, 那领白给他好脸色。 领白惊恶一会后, 继续抬起酒杯, 一口饮下, 继续端起酒壶给自己酒杯里倒酒。 我劝阁下不要自悟, 速速离开, 否则的话, 当心你的小命。 领白风轻云淡地笑道, 语气之中有这一丝笑意。 厉害一听, 当即满脸惊愕地看向了领白, 眼神中带着一股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的眼神就好像是在问,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 死! 听见领白的声音, 顿时整个第九层关注丽海的目光, 都是齐齐惊骇起来。 哇, 这白衣人是谁啊? 居然这么狂? 是哪个宗门出来的不知死活的弟子, 居然敢对丽海这么说话? 难道他不知道丽海的身份吗? 完了, 丽海是出了名的杀人如麻, 这小子敢这么对他说话, 多半是死定了。 没错, 就算不死, 也得废了。 很多舞者都是一脸可怜兮兮的看着领白。 领白也没有错, 只不过丽海太强罢了。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中, 强者就是能横行无忌。 丽海惊愕地看着领白, 冰冷地说道,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知道, 听周围的人说了, 丽海, 神风国的第一刀修, 领东的第二刀修, 领白轻描淡写地说道, 既然知道, 你还敢如此对我说话? 难道你想寻死吗? 丽海冷声问道, 双目之战已经亮起了一阵令人心悸的寒光。 领白耻笑道, 区区一个领东第二的刀修, 恐怕还杀不了我。 咯噔! 听见领白这句话, 整个第九层中的舞者, 眼珠子都飞出去了。 我靠, 这货究竟是谁啊? 说话这么狂, 连领东第二刀修都不放在眼里。 就是, 难不成他是领东第一刀修? 还是领东第一剑修, 居然这么看不起丽海? 很多舞者都是吃惊地说道。 丽海万分惊诧地看着领白, 冰冷的声音从牙缝中挤出来。 你说什么? 区区第二。 丽海笑道, 难道不是吗? 丽海冷声道, 那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领东第二刀修的丽海。 嗡! 听见丽白的回答, 丽海面色阴冷下来, 一言不发, 身上一股冰冷的刀意, 扩散而出。 呛! 突然一声清脆的刀鸣传来, 刀光立刻闪动, 快到极致地袭向领白的面前。 丽海突然拔刀, 迅雷一般地袭击而去。 这一刀之下, 让全场的舞者都深深地吃惊起来。 好快! 好快好快好快! 好快的刀啊! 全场舞者惊骇! 丽海的这一刀, 快到几乎没有影子, 那刀光刚刚闪耀起来, 刀刃便已经到了领白的咽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刀就足以将领白的头颅斩飞。 可是, 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当这一刀快如闪电一般地, 袭向领白咽喉之上的刹那, 领白从桌子上抬起一根筷子, 往前一挡, 砰的一声脆响。 这一根黄木筷子, 居然稳稳地将丽海的刀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什么? 用一根筷子, 就挡住了丽海的刀。 丽海可是半步神担进大圆满的境界, 而且又是二阶大圆满的刀翼, 手中的宝刀乃是六品灵器, 有开山烈月的力量, 居然被此人轻易地用一根筷子就挡下来了。 是啊, 真是难以置信, 丽海的一刀下去, 可以轻松地将一块万斤大石劈开, 而他居然用一根筷子就挡住了。 全场舞者看见这一幕, 面色吃惊一片, 难以置信地看着领白。 而领白嘴角一翘, 左手拿着筷子挡住丽海的一刀, 右手端起酒杯饮酒, 一副气定神闲, 风轻云淡的模样。 什么? 丽海也是万分地吃惊, 脸上难以置信地看着领白。 当即, 丽海猛地抽刀, 一连酒刀猛斩下去, 一片刀光在妖月楼之中闪耀而去。 在刀光如此迅猛地轰击之下, 领白轻松地拿着筷子挡了九次, 将这酒刀悉数轻松挡下。 挡下丽海的酒刀, 领白显得十分轻松, 就连筷子上一点刀痕都没有。 咕咙, 看见这一幕, 不少的舞者都吃惊地说不出话来, 艰难地咽下了口水。 太强了吧, 和领东第二刀修一战, 居然用一根筷子就接下来了。 真是没有想到, 领东第一剑修和领东第一刀修之间的紫禁之巅一战, 居然引来了这么多的高手。 丽海就不说了, 而这白衣人居然也有这么强大的势力。 丽海九刀齐下, 被领白轻松接下。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的刀法, 你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接下了, 丽海被领白的手段, 吓得魂飞魄散, 难以置信。 甚至于丽海此刻, 都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了。 丽海微微一笑, 既然你都进攻了九次了, 那我也出一招吧。 当即, 一股远比丽海恐怖十倍的剑意, 恍如一片风暴一般, 席卷了整个腰月楼之中。 在这一股剑意下, 整个腰月楼中的舞者, 都是被吓得面色苍白, 齐齐缩了一下头, 目光惊骇地看着领白。 就连如今在腰月楼之前, 街道上的舞者, 都被这一股突如其来的剑意, 吓得惶恐不安。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被毒蛇盯上了一般。 丽海面色大惊, 如蒙大敌, 飞速施展自己身上所有的防御手段, 抵抗领白接下来的进攻。 呵呵! 看见全副武装的丽海, 丽海微微微一笑, 胆掌一拍桌子, 酒杯中的酒水飞洒而去。 水珠满天, 对着丽海暴杀而去。 每一滴水珠之中, 便蕴含着, 丽海灭杀仙神的剑意。 数百道水珠撞击而去, 宛如贯穿天地的剑刃, 将丽海面前所有的防御全部击碎。 不好! 丽海惊叫一声, 就要转身逃走。 可这些水珠已经到了面前, 击中丽海身上。 砰的一声! 丽海身上被打出密密麻麻的手指头大小的血洞, 眨眼之间便化作了一个血人, 倒飞出去, 落在第九层的楼梯口出, 哀嚎连连。 仅仅用一杯酒, 便击败了领东第二刀修。 此人究竟是谁? 有如此厉害的修为, 在领东之内, 绝对不是无名之北。 《荆天见地》, 第675章, 要报仇, 就来灵剑宗找我吧。 作者, 帝剑一。 哦! 丽海倒在第九层的楼梯口, 口吐鲜血, 满脸苍白, 神色惊恐地看着领白。 领白微微一笑, 此刻端起酒壶, 拿着酒杯, 一步步地走下了腰月楼。 领白离开的时候, 脸上带着微笑, 目光低沉, 连看都没有看厉害一眼。 此人究竟是谁啊? 难道是领东第一枪修? 还是领东第一拳修? 很多舞者看见领白的背影, 都是不断地猜测起来。 领白慢慢地走下第九层去。 丽海这个时候爬起来, 冷声喊道, 阁下留步, 还请留下姓名。 今日我丽海学一步经, 他日若在刀道上有所突破, 必定再次前来讨教阁下高招。 听见丽海的声音, 领白微微止步。 此刻丽海的问题, 也是全场舞者心中的疑问。 此人究竟是谁? 领白微微一笑, 姓名就算了吧。 如果你想报仇, 来领建宗找我吧。 说完, 领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腰月楼。 领白走了, 留下一群舞者面面相去, 苦思明想着领白的那句话。 领建宗? 丽海一听, 疯狂地搜罗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将领建宗所有的事情, 全部呈现在他的脑海中。 突然, 丽海想到了, 领建宗, 只不过是领东七百国之内的一个三流宗门。 可是就在前段时间, 这个三流宗门成为了领东七百国炙手可热的话题。 因为, 有一个领建宗的弟子, 夺得了领东建修的无上荣耀。 他就是领白, 领东第一建修。 你是? 你居然是? 丽海幡然醒悟, 想到了领白的身份。 丽海心中万分的惊骇, 想到了领白的身份, 让他浑身毛骨悚然。 是了, 整个领建宗内, 除了哪一位领东第一建修之外, 谁还能有如此厉害的建议, 用几颗水珠就击败了领东第二刀修呢? 丽海看着领白的背影, 神色万分惊骇动容, 宛如魂飞魄散了一般。 丽建宗? 他让丽海想报仇, 就去丽建宗找他。 这位高手, 是来自丽建宗。 诸位老哥, 丽建宗是什么宗门? 在何处? 宗门内有什么出名的弟子吗? 如今全场舞者都在苦思冥想起来。 三个呼吸之后, 整个腰月楼中舞者的记忆被唤醒了。 死! 所有舞者, 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都用惊骇的目光看向彼此, 几乎一口同声地说道, 领白, 神武国临建宗领白, 领东第一建修。 没错了, 一定是他, 一定是领白。 否则的话, 整个领东七百国之内, 还有谁能轻易地用几颗水珠就击败了厉害。 天哪, 没想到他居然是领白, 我居然和领东第一建修在, 相隔不足十米的旁边一起喝酒了。 我居然和领白在腰月楼的第九层中一起喝酒。 我居然和领白一起喝酒了。 我和领白喝酒了。 我和领白还喝较杯酒了。 我和领白成兄弟了。 哇, 那天, 领白在腰月楼偷偷地吻了我的唇。 他还说, 等他击败了圣月之王就回来娶我。 这些舞者神色激动之色, 谣言四起。 有人跟自己的朋友吹嘘, 说自己和领白在腰月楼中把酒烟欢。 有人说, 他和领白是生死兄弟, 在腰月楼中畅饮三日。 更有一些妙龙女子, 颜称与领白做过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流言飞鱼满天。 恰逢这个流言传出的时候, 一群扛着神武国皇室旗帜的军团, 雄啾啾气昂昂地走入了帝都之中。 在这支军团之前, 长公主一身戎装地骑着妖马, 走了进来。 楚江流这个时候飞快地跑过来, 低声对长公主说道, 殿下, 查明了, 昨日领白在腰月楼与一百多位舞者把酒烟欢。 而且喝得兴起的时候, 还和几个姑娘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楚江流微微一笑地说道, 心中是对领白竖起了大拇指啊。 心想到, 驸马爷风流啊, 我被舞者的楷模啊。 嗡。 当楚江流说完, 当场就后悔了。 因为他感觉到从长公主的身上传出来了一股冰冷的杀意。 楚江流抬头一看, 长公主翘脸生寒, 双目锐利, 眼神宛如要吃人一般, 面无表情, 阴含到了极点。 驸马在那? 长公主问道, 楚江流说道,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驸马爷在哪, 但是他每一天都会去腰月楼喝酒。 据腰月楼中的酒客说, 他们看见驸马爷已经连续在腰月楼中喝了三四天的酒了, 从未间断。 而今日, 驸马爷也应该会去腰月楼吧? 楚江流低声地说道, 长公主听闻之后, 说道, 那既然如此, 改道, 直接去腰月楼? 楚江流说道, 那大越国皇室那边怎么办? 我们可是以访问的形式来到大越国的, 如果到了帝都不先去拜访皇室, 恐怕会引得大越国皇室不满。 长公主冷声道, 无妨, 稍后再去便可, 先去找驸马爷, 我倒想看看他究竟是有多狂。 我也想看看, 他究竟是脱江的野马, 还是冲出栅烂的猪? 去腰月楼。 长公主立声说道, 遵命! 楚江流当即带着军团改道, 直奔腰月楼而去。 神武国的军团浩浩荡荡地去向了腰月楼, 在大越国帝都之内引人注目。 在另外一个方向, 圣月别院是圣月宗在帝都之内的居住之地。 回禀诸位太上长老, 那林柏有消息了。 陈浩战战兢兢地跪在十几位老者的面前, 惶恐不安地说道, 因为此刻在陈浩面前的人, 可都是圣月宗内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太上长老, 而且全部都是任丹靖的高手。 如今在圣月别院中, 圣月之王尚且未到, 反而是十二位任丹靖的太上长老先到了。 找到了? 那混账东西在什么地方? 老夫要将他活撕了? 没错, 但送圣月宗所有任丹靖无者吃屎这种牌匾来, 当真觉得我圣月宗好欺负吗? 拿了一个领东第一剑修的名号, 就如此无法无天, 让老夫教教他, 什么叫做厉害? 陈浩, 林白在哪? 带我们去? 这十几位任丹靖的长老, 愤怒不已地说道。 陈浩被任丹靖的威压, 吓得浑身发抖地说道, 林白已经到了帝都三四天了, 天天都在腰月楼喝酒, 但因为很少人认识他, 所以并没有发现。 昨日, 他与领东第二刀修一战, 行踪便暴露了。 腰月楼中的殿小二说, 林白天天都会去腰月楼喝酒, 所以弟子猜想, 今日林白或许依旧会去。 陈浩飞快地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消息说了出来, 走! 去腰月楼! 去看看这个林白是不是长着九颗脑袋, 敢如此狂妄自大! 圣月宗十二位人担尽高手带着愤怒, 飞快地离开圣月别院, 去向了腰月楼。 今天见地, 第六百七十六章, 来吧! 巨神族! 我等你们! 作者, 帝剑一, 清晨! 腰月楼前十几条街道上, 堵满了舞者。 在这十几条街区上, 几乎没有留下一个空位, 全部被舞者挤满, 包括屋顶上, 都是站满了舞者。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能落下一只脚的地方, 就会有一个舞者。 他们都是尖着眼睛, 看着腰月楼内。 而腰月楼中, 更是已经人满为患, 从第一层到第八层, 几乎层层都是爆满。 唯独第九层上, 空无一人。 因为如今第九层已经被腰月楼腾空出来, 专门用来接待林白一人。 这可让腰月楼的东家高兴坏了, 这几日生意爆棚, 赚的零食几乎是一年的销售额。 腰月楼的东家, 更是希望林白多来几次腰月楼, 这样他就能赚更多的钱了。 怎么还没有来了? 难道情报有错? 不可能。 从腰月楼得来的消息, 每日黎明之时, 林白便会来喝酒, 一直要喝到中午十分才离去。 是啊, 腰月楼说林白是黎明十分来的, 现在太阳都快升起来了, 怎么还没有来? 很多舞者, 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几个时辰了。 有些舞者更是恐怖, 从昨夜便开始在这里等候了。 他们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好好看看领东的第一剑修, 究竟是有多么的强大。 修! 突然在这个时候, 一个白衣人从半空中一跃而起, 他背后紫青二色的翅膀微微一震, 身形如电, 一闪便到了腰月楼的门下。 白衣人落地, 露出一个少年的模样。 是领白! 他就是领白! 领东第一剑修, 一直听见传闻, 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天哪! 他就是领东第一剑修, 居然如此的年少, 还未满二十岁吧? 很多舞者看见领白落地, 都是纷纷惊骇地大叫起来。 此刻所有舞者的目光看向领白的时候, 都充满了惊骇, 惊讶, 惊恐, 敬畏, 忌惮, 欣喜, 羡慕, 膜拜等等, 几乎什么目光都有。 有羡慕领白的, 小小年纪, 竟能稳定领东剑修之巅。 也有仇恨领白的, 他不满二十岁, 便有如此成就。 而我等苦修一生, 却是碌碌无为, 天道不公啊。 领白落地, 也是十分的惊诧, 悠悠地说道, 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呀? 堵在这里, 又不进去喝酒, 害得我还要飞进来。 真是。 林白无奈摇头, 走进妖月楼去。 妖月楼的东家, 一脸喜色地迎了上来。 林白少侠, 你来了。 林白笑道, 店家, 这些舞者在这里是干什么呀? 店家激动地说道, 林白少侠, 他们自然是爱看您的呀。 林白一惊, 说道, 看我, 我又不是没穿衣服的姑娘, 我有什么好看的。 店家笑道, 哎呦呦, 林白少侠, 您可别这么说, 如今您在领东的名声, 那可比没穿衣服的姑娘, 有吸引力多了。 我们都是舞者嘛, 我们一辈子都尊崇强者, 从尊崇实力, 而您恰好又有实力, 又是强者, 自然是备受关注了。 强者? 呵呵, 林白听见强者二字, 自嘲地笑了笑。 此刻林白脑海 中想起了那翻天覆地的巨神族, 那才是强者。 如果巨神族不强, 当年吞天族与巨神族一战, 吞天族不会败。 如果巨神族不强, 那他也没有资格对吞天族展开永无止境的追杀, 号称时间不止, 追杀不停。 如果巨神族不强, 那他们就不会凌驾在诸天万界之上。 巨神族, 才是天地至尊, 万界共主的至强者, 我还算不上一个强者。 林白摇了摇头, 丝毫没有被自己如今的成就而冲昏头脑。 林白深知, 自己的敌人远比自己强大几倍, 几十倍, 几百倍, 几千倍, 甚至于几万倍。 而自己如今的实力, 在他们面前, 不过是楼尾罢了。 店家笑呵呵地说道, 林白少侠, 第九层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您今日, 还是喝月珠类吗? 嗯, 林白回过神来, 微笑着点头。 对于月珠类, 林白是格外喜欢了。 腰月楼的月珠类, 味道不像酒, 甘甜如清泉, 宛如能洗滴舞者的心灵, 喝下之后, 唇齿流香, 回味悠长, 的确是这人世间不可多得的佳酿。 店家带着林白, 登上楼梯, 向着第九层上走去。 这一路上, 数不清的舞者, 对林白打招呼。 林白, 你好, 我是天武宗的核心弟子, 赵青。 在下黑铁国舞者, 孙猫, 今日有幸见到领东第一剑修, 实在三生有幸。 在下安息国诸葛群, 见过林白道友。 在下, 一个个的舞者, 对着林白神色激动的抱拳说道。 林白也不辞辛劳, 一一地微笑回应。 直到林白走上第九层, 这些舞者才逐渐地安静下来。 站在空无一人的第九层中, 林白心中充满了感慨, 不经意地自嘲一笑, 曾几何时, 我林白黄极一品的舞魂, 走到什么地方, 都是人人喊打, 人人喊骂, 备受欺凌和蔑视。 而如今, 领东第一剑修的光芒在身, 实力强绝, 万千舞者其赫, 真是风光无限啊。 呵呵, 林白自嘲地笑了笑。 对于这些虚名, 林白很少看在眼里。 不过, 林白从妖月楼的第一层, 走上第九层的时候, 心中感慨万千。 在那一刻, 林白心中要变强的信念, 再一次坚定。 正如当初苏建南在死去的那一刻, 对林白所说的, 林白, 去变强, 变得更强, 变得比所有人都强, 那时候就没有人敢随意地践踏你了。 实力, 强者, 尊严, 家人, 林白攥着自己的拳头, 双目露出斗志。 我要去神纪灵, 我要去变强, 变得更强, 去抵抗巨神之意, 去变得更加强大。 强大到让所有人都不能蔑视我, 强大到让天帝在我面前都得低头, 强大到没有人敢, 随意操控我的宿命, 强大到让这个世界在我的剑下瑟瑟发抖, 坚定得信念, 让林白的武道之心再次璀璨。 巨神之意, 你杀不了我, 你也挡不住我。 林白此刻心中怀着一丝愤怒地说道, 别说你只是区区巨神罗盘上的一道残存意志, 就算是真正的巨神族族人来了, 也别想杀了我, 也别想挡住我。 林白坚定的目光带着吞天的愤怒, 低声说道, 巨神之意, 这是林白即将面对的一场大劫。 之前, 林白对他有很深的忌惮。 而此刻, 林白释然了。 因为林白有坚定的信念, 他坚信, 就算是巨神族来了, 林白都不会惧怕他们, 更何况是区区一道巨神之意。 何惧之有? 来吧, 巨神族, 你的出现将会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而我林白将踏着巨神族的尸体, 走上万古至尊的武道巅峰。 人若挡我, 杀之。 巨神挡我, 亦杀之。 《青天见地》第677章 我听说你膨胀了。 作者, 地剑一。 林白站在窗口, 一眼看出去, 将腰月楼周围十几条街区内的舞者, 一一收入眼底。 而他们此刻, 看见林白站在第9层上窗口看着他们, 脸上也是纷纷露出激动和欢呼。 这一刻, 林白的舞蹈之心, 林白的强者之心变得无比的坚定。 客官, 你的酒来了。 突然在这个时候, 林白的背后传来一个柔柔的女子声音。 放桌子吧。 林白在窗口收回目光, 转身准备走到桌子旁边喝酒。 可就在林白转身的刹那, 看见背后的女子之时, 顿时双目惊寒。 长公主, 你怎么来了? 林白惊喜万分地说道, 长公主端着一个菜盘, 上面摆放着两壶好酒。 当她看见林白的时候, 双目露出一丝阴寒,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听说你膨胀了, 我来看看你能膨胀到什么地步。 我说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傻, 你吃多了呀, 你去挑衅什么圣月宗的人, 担尽高手。 长公主直接没有留任何情面地对林白斥责道。 林白脸上微微一笑, 却是露出了一丝尴尬。 一眼看去, 林白看见了长公主背后的楚江流和店家。 那店家此刻也是一脸为难地看着林白, 长公主的身份高贵, 妖月楼的店家自然不敢阻拦。 况且, 长公主还是带着五十万的军团来到妖月楼, 谁人敢惹。 不想活了吧? 而楚江流听见长公主的话, 这是一脸的怯笑。 林白说道, 行了, 店家, 楚王爷, 你们先下去吧。 是, 见王爷。 楚江流应了一声, 转身便走。 而那店家更是如萌大赦, 走得比楚江流还快地离开第九层。 长公主美好气地将菜盘摔在桌子上, 一脸愤怒地瞪着林白。 林白嬉笑着走过来, 笑道, 我还是这次看见你这个样子, 不得不说, 还是蛮可爱的, 有点小女人的味道。 说话间, 林白就要坐在喝酒, 可长公主严肃一力, 瞪着林白,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你做什么, 好好站着, 被长公主立声责备, 林白当即下的站的笔直, 不敢再坐下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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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酒。 林白指着桌子上的酒壶, 笑着说道, 长公主立声道, 喝什么喝, 都什么时候, 你还喝酒。 林白笑道, 什么时候, 现在刚刚黎明啊, 距离黄昏还有很长的时间, 大越国的黎明还挺美的, 尤其是这妖月楼的第九层, 当朝阳升起的时候, 那金灿灿的阳光洒在窗口, 别提有多美了。 长公主冷声问道, 你觉得我不远万里, 从神武国来到大越国, 是为了看风景的吗? 啊, 林白尴尬, 虽然长公主口中是责备林白, 但是林白心中却是很暖的。 在这个适风日下的世界中, 要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根本不会来责备你。 若不是长公主对林白友情, 也不会在沧海云台宫大动干戈, 差点与沧海云台宫开战。 若不是长公主对林白友情, 她也不会疏远朝政, 不远万里地从神武国来到大越国。 若不是长公主对林白友情, 她此刻也不会立声责备。 长公主的责备, 对于林白来说, 胜过了千万言语的情话。 长公主脸上冷色不减, 拉着林白的手坐下。 你究竟是想要干什么呀? 你干嘛要去挑衅圣月宗的人丹靖高手啊? 就算你现在实力很强, 但是仁丹靖和半步神丹靖之间的差距, 还是很远的。 况且, 如今圣月宗内, 足足有十多位的人丹靖高手, 一轰而上, 你能抵抗得住吗? 长公主担忧地说道, 林白坐在长公主的身边, 她也知道, 这次让长公主急坏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林白含情默默地看着长公主, 浅浅一笑, 伸手将长公主搂进怀中, 轻声安慰道。 长公主倒在林白的怀中, 冰冷的声音逐渐地柔和下来, 我不希望你出事。 林白笑道, 不会的, 如果这次不是情非得已的话, 我也不愿意去招惹这些任丹靖的高手。 但是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这么做,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长公主柔声道, 究竟是什么事情? 林白轻声道, 根据可靠的消息, 剑玄师兄被圣岳宗扣押在圣岳宗的后山禁地之内。 死! 听见剑玄的名字, 长公主双目一惊, 无比惊骇地看着林白。 剑玄是什么? 神武国的舞者, 哪怕是三岁小儿, 都知道剑玄的名号。 剑玄不仅仅是林剑宗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领东第一剑修, 也是神武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拿到领东第一剑修殊荣的舞者。 剑玄在神武国内有着永恒不灭的传奇, 他还活着? 长公主惊呼道, 林白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长公主问道, 那这和你要挑衅圣岳宗人丹靖高手, 有什么联系? 林白说道, 如今林剑宗的实力不高, 而圣岳宗内又有十多位仁丹靖的高手, 如果直接去硬闯圣岳宗的山门的话, 无疑是自寻死路。 所以, 我得想办法将这些仁丹靖的舞者引出来, 给长教和林剑宗其他的长老争取时间。 林白缓缓地说道, 长公主此刻明悟了, 只要这些仁丹靖舞者不在圣岳宗内, 以林剑宗掌教苏剑南的修为, 就能轻而易举地潜入进去。 到时候, 救出剑玄的机会就很大了。 林白微笑着点头, 现在长公主就明白了, 为什么林白要如此不留余地地, 去挑衅圣岳宗的人丹靖高手? 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去挑衅仁丹靖的高手? 这其中的根本目的, 林白就是要将这些仁丹靖的高手全部激怒, 利用这次他与圣岳之王的决战, 将他们全部都引到大岳国帝都里来。 可是, 你这么做, 太冒险了。 万一这些仁丹靖舞者恼羞成怒的话, 一哄而上, 将你灭杀了, 怎么办? 长公主担忧地说道, 林白笑道, 人生原本就是一场冒险, 而我们身为舞者, 生来就在与天争命, 我们连天都不怕, 还怕这点危险吗? 听见林白如此一说, 长公主满脸凝重地说道, 好吧, 这件事情我会全力帮助你的, 我带了五十万军团到大岳国内, 到时候一旦这些老东西要撕破脸皮, 我们就和他们拼了。 不, 你不要出手。 林白急忙摇头说道, 你一旦动用神武国的军方力量, 势必又会引起大岳国的愤怒, 到时候两国交战, 南境又得是一片生灵涂炭, 这是林建宗的事情, 我不会将神武国牵扯进来, 无论明日圣月宗来了多少的高手, 多少的人担静强者, 我都不准你出手。 林白坚定地说道, 明日, 便是约定决战的事件。 今天建帝, 第678章, 圣月宗的十二位人担静高手, 作者, 帝剑一, 不要为了我将神武国牵扯进来, 你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林白认真地对长公主说道, 长公主面色有些痛心, 林白要去冒这么大的威胁, 而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也什么都帮不了林白。 那你自己小心便, 如果情况不对, 我还是会动用军方的力量的。 长公主一语双冠, 答应林白不出手, 但是也说道, 如果情况紧急, 会动用神武国的力量。 好, 林白无奈地轻叹一声, 她知道长公主的性格, 就算不答应她, 她也会这么做。 林白说道, 等子敬之巅之后, 我就要离开去圣月宗帮助长教, 你就回神武国去吧, 放心, 我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事情的。 长公主说道, 等你回神武国来了, 记得来找我。 林白点头笑道, 没问题。 长公主面色一松, 精致美丽的面庞往前一松, 红唇慢慢地靠近林白的双唇。 轰隆隆, 就在这个时候, 腰月楼外传来一片震耳欲聋的巨响声音。 林白小儿, 出来受死了! 一声怒吼, 声音嘹亮, 视如天微。 而恰好这时, 长公主的红唇, 距离自己就只有一寸, 戛然而止。 林白一脑, 说道, 估计是圣月宗的人单进来了。 长公主说道, 你这几天都在固定的时间来邀月楼, 昨日你还出手击败的厉害, 连我都找得到你, 他们怎么可能找不到?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然, 我用军方的力量, 再护送你离开吧。 长公主说道, 林白嘴角一翘, 得意地笑道, 我离开干什么? 我在等他们啊? 否则的话, 我怎么可能吃饱了撑的? 天天都来邀月楼喝酒, 还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 长公主惊讶道, 你是故意的? 这是为何? 林白笑道, 明日就是比武了。 而此刻掌教应该在圣月宗外准备好了, 我必须要看看究竟有多少的圣月宗人单进高手, 来到大越国帝都。 所以, 我得让他们来找我。 林白淡然一笑, 长公主说道, 你们的计划, 太冒险了。 哪怕是走一错一步, 哪怕仅仅是一小步, 林白, 你就会万劫不复的。 我知道, 我不会走错。 林白淡然一笑, 走吧, 我们去看看圣月宗的人单进高手, 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林白松开掌公主, 站起来走到了第九层的阳台上。 抬头一看, 妖月楼对面的屋顶上, 站着十二位面色冷漠, 浑身散发着滔天气焰的老者和老狱。 这十二个老人中, 有九个老者, 两个老狱。 这些就是圣月宗的人单进高手。 十二个, 而且还有两位人单进二重的高手。 林白双目一缩, 心中有些惊骇。 长公主站在林白的身边, 面色也是一片惊讶和冷漠。 居然引来了十二个人单进的高手。 林白面色少许惊讶后, 恢复了平静。 对于林白来说, 引来的人单进高手越多就越好。 那是, 那是, 那是圣月宗的十二位人单进王者吗? 那领头的中年男子, 是任单进二重的流亡前辈吗? 我的天, 十二位任单进高手期限, 这恐怕是圣月宗几十年来, 出动最多的一次任单进高手吧。 看来林白是真的, 将他们惹怒了。 居然来了十二位任单进高手。 很多在腰月楼两旁街区上的舞者, 看见这些任单进的高手, 比看见林白还要惊讶。 林白出来了。 林白身边的女子, 好漂亮啊。 好有女王的气质啊。 是神武国的长公主, 白萧萧。 很多舞者一惊, 连连惊呼说道。 林白和白萧萧走到阳台上, 看着对面愤怒无比的十二位人单进高手, 淡然一笑。 在下林剑宗林白, 见过圣月宗的各位前辈。 少在这里客套啊, 小子, 你不是口气很狂吗? 要挑战我们? 还让我们吃屎? 你活腻了? 来啊, 老子们现在就在这里, 有本事你动我一个试试。 这十二位人单进高手, 齐齐一怒地吼叫道。 听见这十二位高手的怒吼, 吓得下方围观的舞者, 都是脖子一缩, 浑身胆怯。 哪有这么多的废话, 让本座来, 拿下此人, 直接打入境地死牢, 然后扒光看他的牙齿, 看他还能不能尖牙利齿。 说话间, 从那十二人之中, 一个老者, 带着万般愤怒的一跃而起。 此人一身火红色的长袍, 火红色的长发, 此刻施展火焰法绝, 威力更是看起来气势滔天, 就宛如是一颗火热的太阳, 对着林白压了过来。 林白小儿, 受死! 这火红色长袍老者, 飞冲而来之时, 怒吼一声。 出手了! 这就动手了, 太草率了吧! 是火王! 如果是火王那就对了, 火王前辈是圣月宗内出了名的暴脾气, 他出手一点都不奇怪。 很多人一看, 就此人出手, 便立刻认出了此人的身份来历。 火王, 是圣月宗内的人单禁舞者之一, 生来脾气火爆, 争强好胜, 曾经因为他的火爆脾气, 得罪了不少的人, 若不是看在圣月宗的份上, 估计火王都修炼不到半步神丹静, 就会被人杀了。 嗡嗡嗡! 火王一掌袭来, 炙热的火浪碾压需要, 轰击向林白的面前。 真! 突然此刻, 力剑出鞘。 一道尖锐非凡的剑芒, 横斩而下, 将火王阵退出去。 林白冷冷地笑道, 偷袭我! 圣月宗的人单禁舞者, 难道都喜欢, 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吗? 火王被林白一箭逼退出去, 顿时怒吼咆哮, 混账东西。 你说谁偷鸡摸狗? 林白说道, 还要我指明点性地说出来, 你的脸皮是有多厚啊? 火王被林白这两句话, 气得蹊跷生烟, 怒吼连连, 浑身烈焰涌动, 天地之力调动起来, 就准备对着林白, 再次轰杀而来。 我要你的命! 火王怒吼一声, 林白双目一暗, 体内剑翼击涌, 一股锐利之芒, 从林白眼神爆发而出。 满脸冷色, 林白面色阴沉似水, 看见火王袭来, 林白就准备一箭击出。 火王长老, 请您住手, 将他命, 留给弟子吧。 正当林白和火王要短兵交接的时候, 远处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 惊天见地, 第679章, 圣月之王。 作者, 帝剑一。 听见这个声音, 圣月宗的十二位人单进高手, 都是齐齐一惊, 扭头看去。 火王顿时收手, 闪身退后。 看见火王收手, 林白眼中的锐利之芒, 也消失不见。 随即回头看去。 人群分离而开, 露出一个灰袍男子, 年纪看起来有三十来岁了, 面色沉稳, 嘴角留着性感的小胡渣, 双目似乎有历经洪荒岁月的沧桑气息。 他背后的宝刀, 带着无边冷冽的寒气。 随着他一步步走过来, 一个三阶刀翼, 毫无收敛的席卷全场。 圣月之王。 看见这个青年冷俊男子, 全场的舞者, 都是惊呼起来。 圣月之王来了。 全场舞者纷纷退后, 目光激动且惊骇地看着冷峻男子。 林白看见圣月之王, 脸上也是露出了极许好奇。 之前苏建南就说过, 圣月之王和林白一样, 身上极具盛名。 圣月之王, 大越国第一天才, 圣月宗第一天才, 领东第一刀修。 仅仅是这三个名号, 就足以压死一群人。 而他还身负一身绝世武器与秘法, 堪称同辈无敌。 白潇潇看见圣月之王出现, 也是多看了两眼。 这位领东第一刀修, 白潇潇也是格外的关注。 若不是林白在神武国突然横空出世, 那么在神武国周围十几个武道帝国中, 必定就属于圣月之王的独领风骚。 长公主美眸联衣, 她就是圣月之王。 林白笑着点头, 她就是大越国的第一天才, 圣月宗的无敌强者, 领东七百国内的第一刀修, 镇骨朔金, 丽丫玄黄, 万千女子的梦中情人。 长公主笑着说道, 林白听见长公主前面的几句话, 那还好, 可是听见梦中情人, 林白就忍不了了。 也是你的吗? 林白好奇地问道, 长公主白了一眼林白, 说道, 在这几年中, 圣月之王的威名, 传遍了大越国周围十几个武道帝国, 不知道多少王朝公主都想嫁给她。 曾经我也想过, 如果能嫁给圣月之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 现在我有比她更好的选择了。 长公主美眸笑看着林白, 甜蜜蜜地说道, 林白听见长公主的回答, 轻冷地说道, 那你觉得是我厉害, 还是她厉害? 长公主被林白一问, 顿时有些难以抉择地说道,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圣月之王也不是好惹的角色。 而且她还是大越国的第一天才, 领东七百国的第一刀修, 最重要的是她修炼的武技和武魂。 林白淡淡道, 我不想知道一个死人的来历和身份。 明月紫禁之巅, 我不将她斩于剑下, 我便自吻在大越国紫禁之巅。 林白直接很无礼地打断了长公主的话。 说完, 林白又转过脸去看向圣月之王, 不过此刻林白的眼神中, 已经有极许蔑视了。 长公主看见林白这个样子, 心中有些无奈。 林白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还要怂气。 长公主轻声笑道, 你吃醋了? 林白神色有些慌乱连连道, 我,我, 我没有。 我犯得着和一个死人争风吃醋吗? 长公主看见林白如今慌乱的样子, 抿嘴一笑, 自己心爱的男人能为自己吃醋, 让长公主心中宛如吃了蜜糖一样的甜蜜。 长公主认真说道, 好了, 不要再闹了, 不要像那小孩子一样的怄气了, 我是在很客观地, 给你分析圣月之王的武技和武魂。 林白也很认真地说道,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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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知道, 她的武魂和武技, 不管她有多强, 明日必定会死在我的剑下, 不信, 你就等着瞧吧, 长公主一脸无奈, 林白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怄气, 发小孩子脾气, 完全不听人的劝告。 在万众瞩目的目光下, 圣月之王一步步地走到腰月楼下, 抬头看了林白一眼, 随后看见林白身边站着的白萧萧, 她冷漠的脸色突然一变, 露出了一丝欣喜。 随即, 她对圣月宗的十二位仁丹靖, 长老说道, 若要杀林白, 何须诸位长老动手, 弟子就能轻易斩杀。 诸位长老地位崇高, 压低身份, 去杀一个半步神丹靖的武者, 实在有心耗心耗分, 这点小事, 就让弟子去做吧。 圣月宗对着圣月宗的十二位长老说道, 圣月宗的十二位仁丹靖长老之中, 那位仁丹靖二重中的老者说道, 你说得对, 我等仁丹靖修为, 去欺负一个半步神丹靖的武者, 的确有心耗心耗分。 也罢, 那这个黄口小儿, 就交给你去处理了。 这仁丹靖二重的老者, 满脸蔑视地看着林白说道, 圣月之王笑道, 请诸位长老放心, 我杀此人, 犹如杀猪狗。 哈哈, 笑死个人。 林白不屑地狂笑一声, 圣月之王听见林白的笑声, 顿时转过头来, 看向林白, 蔑视一笑, 根本不屑多看林白一眼。 而随即圣月之王转头看向常公主, 冷漠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柔情, 没想到能在此地见到白姑娘, 真是在下的幸运。 常公主微微一笑, 点头道, 好久不见, 圣月之王。 圣月之王笑道, 原本多日之前, 我还想去神武国, 找常公主殿下一起游山玩水, 就像两年前的, 我们去神风国那样, 一路玩乐。 嗡嗡。 当圣月之王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站在林白身边的白潇潇, 突然感觉到了, 从林白身上, 散发出了一股冰冷的沙意。 林白问道, 你还和他去游山玩水过? 常公主浅浅道, 两年前, 神风国新皇登基, 邀请周围帝国去庆贺, 我代表神武国去, 而圣月之王代表圣月宗去的。 路上偶遇, 就一起去了神风国, 这算不上是什么游山玩水吧? 常公主好奇地对林白问道, 哼, 林白冷哼一声, 面色阴沉。 常公主嬉笑道, 你又吃醋了。 林白淡淡道, 我看圣月之王, 好像对你很有意思啊。 常公主淡淡说道, 不知道。 长公主无论是从身段和美貌, 还是各个方面, 几乎都是这领东所有王朝公主之中最佳的, 令万千人着迷不已。 尤其是那身上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阴气, 更是不知道征服了多少的男人的心。 今天见地, 第六百八十章, 一吻青城。 作者, 地剑一。 圣月之王又笑着说道, 既然常公主殿下到了大岳国, 那在下岂能不有所表示, 不如今夜在下请常公主吃顿饭吧, 还请常公主殿下不要拒绝。 圣月之王, 千千有礼地邀请道, 周围旁观的舞者一听这话, 全部都明误了。 圣月之王早就明显地透露过, 对神武国长公主的爱慕之意, 可惜, 奈何两国, 今年的局势动荡, 才让二人疏远了一些。 如今两国局势安稳了, 看来圣月之王又要开始发动追求啊。 的确, 神武国长公主算得上是如今领东七百国内所有王朝内的第一美人了。 圣月之王和长公主还是很般配的吗? 圣月之王邀请长公主了, 不知道长公主回不回答应啊? 很多舞者都是期待着长公主的回答。 长公主轻轻轻轻一笑, 刚刚要开口, 圣月之王。 哈哈, 既然圣月之王要邀请我们去吃饭, 我们岂能有不去吃脸。 请圣月之王告知地点, 稍后我们必定到场。 林白不等长公主说完, 便是直接开口笑着说道。 说话间, 林白伸手搂住长公主的小蛮腰, 往自己怀中一拉。 长公主满脸羞红, 惊讶无比地看着林白。 这一刻, 长公主又被林白拉入了怀中, 手掌按在长公主柔软的小蛮腰上。 全场暴动。 我靠! 疯了吗? 林白居然将长公主拉入怀中了。 我的天, 难道他们二人有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我的女神, 我的女神啊! 什么女神? 她是女王! 我的女王, 我的王啊! 很多舞者都是一副痛心疾首地对长公主喊道。 长公主靠在林白怀中, 娇羞道, 你干什么?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林白笑道, 怕什么?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是有婚约。 你父皇同意, 我林建宗长教, 也同意的, 又不是地下情,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林白轻声对长公主笑道。 长公主娇羞一片, 脸上浮现红霞。 嗡嗡嗡嗡。 看见林白抱着长公主, 那圣月之王满脸的柔情, 一下子变成了难以置信, 双目露出令人心计的杀意。 放开她! 否则, 我让你死无全是! 圣月之王对林白怒吼道。 林白笑道, 呵呵, 你可真是搞笑, 我抱自己媳妇, 关你屁事。 圣月之王惊呼道, 你媳妇? 林白笑道, 你是不是傻了? 我与长公主有婚约, 而且还是神武国帝君亲自允诺的。 难道大越国和神武国这么近, 你不知道吗? 圣月之王愤怒地摇头说道, 我不信, 我不信, 不信? 那我证明给你看。 林白笑着对圣月之王说道, 圣月之王突然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急忙问道, 你想做什么? 呵呵, 林白得意一笑, 转头看向长公主慌乱的脸蛋上。 长公主心中小鹿乱撞, 慌乱地看着林白, 林白, 你想干什么?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 你不要乱来。 嗯, 长公主话还没有说完, 林白便俯身而下, 双唇印在了长公主的红唇上。 一吻青城, 花花, 全场暴动, 在全场几百万的舞者瞩目下, 林白就这么一下子, 稳在长公主的唇上了。 而长公主略微挣扎了一下, 也没有用力推开林白, 反而还很享受。 我的女王啊, 林白, 我要找你决斗。 林白, 你给我助手, 不对, 助嘴啊。 不准伸舌头, 哎, 她已经伸了。 天哪,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的女王要嫁人了, 我还活着, 有什么意思? 很多对长公主仰慕已久的舞者, 此刻看见这一幕, 心神崩溃, 世界崩塌, 难以接受。 圣月之王看见这一幕, 双目血红, 满脸争鸣, 额头上青筋鼓起, 一副要吃人一板。 嗯啊。 一吻结束, 林白心满意足地坏笑一声, 得意洋洋地伸手一摸, 唇脚挂着的长公主的唇红。 长公主被林白这一吻, 彻底吻猛了, 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半想后, 长公主从脸红了脖子跟, 娇称道, 你干什么呀? 哈哈, 他不相信, 我们证明给他看呀。 林白洒脱一笑, 当即, 林白看着被气得暴躁如雷的圣月之王, 说道, 怎么样? 现在, 你相信了吧? 圣月之王, 你要请我们夫妇去什么地方吃饭呀? 圣月之王被气得魂飞魄散,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还吃什么饭? 你等着喝孟婆汤吧? 林白, 明日月圆之日, 紫禁之巅, 我必定让你死无全事。 圣月之王狂怒地对林白吼道, 林白冷笑道, 这天下想杀我的人多了, 你估计还得排队? 圣月之王不智可否, 双目有些心痛地, 可能了一眼长公主。 可当圣月之王看见长公主甜蜜的笑容的时候, 他便知道, 这个女人的心, 已经被林白彻底地俘虏了。 他也十分清楚, 要想夺回长公主的心, 就必须要杀了林白。 哼, 圣月之王冷哼一声, 拂袖离开。 而随后那十二位圣月宗的人单禁舞者, 也相继离开。 尤其是那火王和流亡, 在离开之前, 深深地看了林白一眼, 眼神中丝毫不收敛地, 有着浓郁的杀意。 长公主看着圣月之王离开, 顿时说道, 你估计已经完全激怒他们了。 怕什么? 走。 林白牵着长公主就要走。 长公主一惊, 问道, 去哪? 林白笑道, 去睡觉呀。 长公主怒道,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 再说了, 你马上要和圣月之王决战了, 你不抓紧时间修炼, 还要浪费时间在那种事情上。 林白笑着, 怕什么? 我让圣月之王一只手, 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走了。 林白拉着长公主, 离开了妖月楼。 楚江流在妖月楼下等候着, 看见林白走下来, 当即上来道, 贱王爷霸气呀。 那一闻可算是倾国倾城啊。 贱王爷, 你可不知道, 你那一吻下去, 让这大月国中多少男人的心都碎了。 楚江流笑呵呵地说道, 长公主立声道, 楚江流, 别废话了, 大月国皇室那边, 还等着你去搭理呢。 楚江流一惊, 长公主, 我去搭理。 你不去吗? 长公主冷声道, 我有要事去办, 就不去了。 现在的你, 好歹也是皇室的驸马, 五公主的夫君, 完完全全可以代表皇室, 去吧, 别给我们神武国丢脸。 楚江流认真地说道, 末将领命。 当即, 楚江流带着军团离开了妖月楼, 而林白带着长公主, 踏着飞舰, 一瞬间离开了大月国帝都。 请不吝点赞,